其次,万一爆发军事冲突,有军事专家分析,菲律宾三军装备成就,海军尤其弱小,战力不如台军,菲律宾军备主要靠购买西方国家的二手货,很多舰艇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,甚至是四十年代的。 比如,2011年8月,美国向菲律宾移交了一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,专家认为,这艘美国海岸仅被对推移的巡防舰,仅装备一门76毫米宿舍炮与数量有限的小口径宿舍炮,并未装备任何导弹装置,为设立只相当于中国的海舰船。 而菲律宾空军装备飞机号称220余架,但固定一飞机中却无一架战斗机,陆军炮兵坦克同样弱小,装备也大多是二战时期的英美等国的旧装备。 台湾在优势,但这个并不代表说来解决这次这个枪击案事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,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说今后跟改善两岸关系,今后遇到这种这海事上的一些不幸的事件的时候,才会得到容易得到解决。